这一节呢我们将继续讨论一下另外一个对NFS文件系统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扩展 然后我们看到NFS文件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它只有一台服务器 所以定位就只需要定位到那台服务器就行了 对吧 然后AFS文件系统是对NFS文件系统的一个扩展 那么这个扩展是什么样的扩展 它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扩展 它是可以运行在一个网易网上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文件系统 它就非常典型的代表了如何去定位到某一台具体的一个服务器 那比如说这是我们AFS文件系统的总体的一个结构 那么AFS文件系统它有一个根 那它就在-AFS里面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有一个用户 它想放问这下面的一个具的一个文件 比如说它想放问need for speed 它想放问这个游戏 那么它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目录数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那前面有一个根 清华.edu.cn 然后呢 DCST 然后呢 是HPC 然后呢 是Games 然后呢 才是NFS.games 它需要访问这个文件 那么 最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是放在一台服务器上的 对吧 那么前面实际上是封了很多台服务器 那么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个人想访问这个文件 那它该怎么办 那首先呢 它在AFS文件系统当中呢 那个我需要先根据根的文件系统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些相关信息 去找下一级的文件 所以我们先去找这个根 那么这是根的一个服务器 所以如果有一个用户想先访问的话 它第一步先访问一个根的一个服务器 那根服务器里面 它维持了下一级目录的一些定位的一些信息 那么下一级目录的话是三台服务器 分明是PKU的 清华的和Washington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从这个用户可以在根的服务器里面 找到下一级服务器的一个地址 所以呢 它可以找这个下一级的一个服务器 找到下一级服务器之后呢 在下一级的服务器 它会维护它的下一级 那DCST和Teachers 对吧 它下一级的服务器的一个地址 那这个时候呢 它再把这个信息返回给用户 那么用户呢 在第三步呢 再访问在下一级的一个服务器 那么之后呢 再把用户呢 再引导到最后一级的一个服务器 第四级 那么所有的文件呢 这部分呢 位置的一个文件 就这部分的一个文件 FCC Games 那这个全是在定位在这台服务器上面 那么再把这部分的目录数的一个解析 就交给本地的一个文件系统去做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SS文件系统当中 那么它的文件名会很长 并且在这个文件名前面一部分内容 那实际上是需要整个分布式的一个环境下面的一个定位和解析的一个过程 那么只有在最后一部分内容交给本地文件系统去做 那么AFS文件系统其实就做了一个功能 就是定位到一个服务器 就是我需要在解析的时候 一个文件名定位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服务器 是做了这么一件工作 之后呢 用户就去访问实际的服务器 拿到最终的一个结构 那么AFS文件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对于NFS文件系统 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扩展 对吧 那么它这个定位就需要比前面的定位就要复杂很多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一个结构